所以他們認定他是佔用 可是如果現在這個是 林務局蓋的四核裡面 他們把有一核 其實他用比較高 那個情況完全不一樣 這樣他就不是佔用了 因為現在這樣 我希望可以讓我 到這裡再墊 因為沒有我 還有一個人 要叫我 我也不知道要找他大墊 了解到農民的信息 李維馬文君 今天就調節日本教一行人 來跟西里香東公川和田園民對面交通 提供賣電源的所求 能不能再幫我們看看 有沒有什麼方法來開解套 讓我們可以說 能夠四月就四月 讓我們可以安心 在這塊土地必須更衣 那鄉民來這裡 死亡才會噴這塊地 你知道嗎 他有事實 他總是要延續 那今天真的有吃的時候 我講得不順 早就已經不了了 我一個人 我來隔樓 我現在隔樓 我來隔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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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隔樓 我去隔樓 我現在六十塊 你一定叫我何氣何吵 十塊兒子又隔樓 又不孝順 這個應該是希望 處長做邊桥跟委員 能對這個構案 可以賣家說 去張用大庭的山坡地 爛肯的那個 應該要切過來處理 但是民眾完全沒辦法理解 當初他們的組織就在這裡經濟 為何現在土地要向土地 李維茉文君也在出 這是在出性的問題 任務局不能說土地收回就收回 尤其這都幾十年 甚至 這個國民政府還未來進行 我們就有在這個土地 在政策 譬如說在這裡生活 我們也希望 這要怎麼找一個 比較好的方法 目前 在作業的部分是 一百桶四年 以前 農總不可以 要求 叫我們說 一定要拆樓 還是要把水塔 刷掉 還是說 我們的農總物 叫我們把它刊除 所以我們希望 它要 不要再有這樣的政見 因為 這個是我們 當初最大的訴求 在柳嶻的問軍的見識之下 最怕你重溫的溝通之後 日本郊也很少信落 我們先擬了一個草案 現在目前已經送到農園 那草案的大致內容 也是比照預期未充的 就是讓大家能夠 就是 就現狀使用 因為現在我們農的 幾乎所有的作用 都依照委員這個機器 來辦理 所以暫時如果沒有國土保安的問題 所有的客戶都能等到一百公施 任務局在一百公施年日內真正 只要農民不要違法開睡 他們就不會去當中農民的餐廳 雖然今天的事件暫時在地上改革 但相對的也是要踏過立委修改相關法令 如果沒有期間到 放棄到時候 到底也是會面臨好任務局收回的命運 記者王主汝 載王報道